水里香这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返乡来发展事业 这群年轻人很有心加上在地生跟商圈店家结合起来 今年将成立水里香商圈创生共好协会 并邀请水里蛇咬的业者来做第一届的协会理事长 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在地的一个特色 它的一个文化如何能够把它包装 变成是一个在地的魅力呢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来推动这样一个概念 从一个石楼教育农村文化 然后到大地餐桌呢 以及这个盘式的技巧这一方面呢 来优化我们在地的一个生活环境 以及所推动的这个产业的品质呢 也希望能够活化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特色 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所在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 我们这个特别规划了一些讲座 随着疫情慢慢降温水里香的各社区针对产业活化的计划 与活动要开始动起来了 水里香商圈创生共好协会就在公所与台大实验岭计划辅导下 开办了社区共荣研计会 并让大家体验用手做淘气 来为接下来的课程与活动做一个美好的开始 我们台大实验岭呢 在多年来在共荣计划社区领业还有大学社会责任计划上 琢磨很多 因为我们很希望在对在地的产业还有食农教育的部分能够多尽一份力 那今天这个活动呢 是我们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里面呢 我们希望可以从社会这个社区它的这个共荣研习会里面 从十场研习会了这是第一场 那我们希望从这一场开始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概念呢 就是能够让社区的伙伴都知道说 大家能够一起共好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先议员陈水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帮助在地产业 这一次他就是特别邀请我们在地的青龙 以及所有的生意人共同开办了一个座谈会 那这个座谈会的意义就是跟青龙还有这些生意人的长辈 做一个沟通 要怎么来做一个规划以及计划 对地方的行销来做一个结合 带动地方的产业 那当然在他的策划当下 我想青龙还有在地的这些生意人 更愿意的跟他的脚步一起走 共同来推动我们水里乡 协会表示在台大实验岭的协助下将继续开办相关课程 除了推广相关的理念以外 也希望借此在疫情期间 让水里乡的产业与观光业做好准备 迎接未来国内旅游旺季 记者邱平易 水里赛坊报导 请不吝点赞 水里赛坊报导